来时我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成 如果我走了我有所知有所有有所成 都是因为我这一辈子的学习 在24岁以前我在体制内学习 体制内学习它就安排一个非常自私化的学习过程 可是24岁以后一直到现在为止 这数十年间我完全是在自我学习 那自我学习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习关键 当你能自我学习的时候 你就对你所不知道的不具备的能力跟条件 你就可以自我去满足 那这自我学习的过程 首先就是要从自己开始去思考 这个你要学什么东西 然后来去寻找可以学习的对象和人 去跟他学 然后要不然就是自己要看书学 然后要不然如果也没有人肯教理 那你就要设法去透过一个所谓的偷学的过程 去在旁边观察人家怎么做 然后你慢慢去学习 学会整个这个过程 这就是偷学 所以整体而言 人的一辈子都是在自我学习 10月24号在国家图书馆 有一个国际自学力论坛 是由王云武基金会所主办的 届时我在现场会跟大家分享 我一辈子自学的方法 欢迎大家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